怀念是一种宝贵的情感,因为美好的回忆如果足够绚丽,便能在人生中留下深刻的烙印,给予我们在困难时刻的无限力量。 这种珍贵的情感也常常流淌在人们对那些曾经演唱过经典歌曲的资深艺人之间。 比如,最近有幸出现在向娃动态照片中的肖丽珠,让人们纷纷感叹起她昔日的辉煌。 她与城市少女邝明杰一同喝下午茶的照片更是引起了轰动,所有人都惊叹于她依旧容颜不改,仿佛岁月从未在她脸上留下痕迹。 萧立珠,一个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歌坛上独领风骚的实力唱将,她那独特迷人的嗓音和别具一格的个性装扮让人难以忘怀,踩在夕阳里。 晚霞买鱼船等经典歌曲至今依然让人回味无穷,但或许很少人知道。 她的本名其实是萧立珠,只是户籍员在申报户籍时不慎多加了一个女字,似乎想特别强调她的女性身份。 她对音乐的热爱源自父亲,小时候在父亲拉胡琴的琴音中渐渐培养了对国乐的兴趣,从小就喜欢唱歌的她,更是受到黄梅调的深深影响。 无数次的演唱让她对音乐的热情愈发赤裂。 在学校加入的国乐团,更是锻炼了她的音乐天赋,曾代表嘉义士参加国乐比赛并夺得冠军,为她的音乐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萧立珠不仅是一位实力派唱将,更是一位对音乐充满热情和执着的艺人。 她的故事,让我们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但也让我们明白,真正的才华和热情是永恒的。 初中毕业后,玄家迁至台北市,她顺利考入中国文化学院音乐专修科国乐组,主修声乐,复修阳琴。 在那个年代,歌林唱片公司每年都会举办歌唱比赛,这对许多年轻人来说是进入演艺界的一条捷径。 在某年暑假,她姐姐看到她对唱歌的热爱,便主动为她报名参加了歌林唱片的歌林之星歌唱比赛。 第一次拿起麦克风时,她的手还在发抖,但每次上台,她都会告诉自己,不要慌,不要怕,把台下的观众当作西瓜头。 结果她居然通过了初试和复试,成功进入了总决赛。 比赛当天,她穿着长礼服,留着半长不短的头发,感觉自己有些不伦不类。 加上她的近视野,她竟然忘情地从舞台中央唱到了舞台旁边的乐队附近,让台下为她加油的家人捏了一把老汗。 尽管台风不是特别出色,但她的歌喉却是顶呱呱,清脆响亮。 最终,她凭借着《宋君珠泪滴》和《交道》两首歌曲获得了比赛的冠军。 得到了三万元的奖金和一台彩色电视机,并且与歌林唱片签下了两年的唱片合约。 这一切对于18岁的她来说,简直就是喜从天降,成为歌林之星年龄最小的一位。 她每天都忙着换装,练习新歌,录制唱片和参加金曲奖节目。 然而,不久之后,学校的柯主任却对她在电视上演唱流行歌曲,表示遗憾和不满。 柯主任认为,流行歌曲是迂腐,颓废的,对于有声乐基础的她来说,简直是在糟蹋嗓子。 她不允许她既要学业又要歌唱,必须要做出选择。 肖立珠了解柯主任的意图,但她已经和歌林唱片签下了合约。 中途毁约需支付高额违约金,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她只能选择办理修学手续,挥别了同学和老师。 正式踏入了歌坛,尽管年纪轻轻,但这个小姑娘却展现出了非凡的才华和决心。 当时,由于歌林唱片与日本古伦美亚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隔年日本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到台湾考察, 发现李金灵和肖立珠有着巨大的潜力,于是将两人送往日本深造。 这个决定为肖立珠的歌唱事业打开了一扇大门,她的歌艺也因此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在日本一年的学习和演唱期间,肖立珠一直全心投入的努力《真情》,是日本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音乐大师专门为她量身定制的歌曲。 也是她在日本推出的第一首单曲唱片。 这首歌已经推出,就在日本获得了白金唱片的成绩,引起了日本演艺界的关注。 乐坛更是把她视为70年代日本最具歌唱前途的歌手。 1974年春天,她回到台湾,推出了个人首张专辑《真情》。 两张唱片都成为了当年度销售冠军,并创下了销售记录。 这足以展示她的魅力所向披靡。 这首歌后来被彭佳慧翻唱,改名为《听到你一生再会》。 同时,70年代初期,歌坛女歌手流行着艳丽的彩妆和相有亮片的舞台服装。 而肖立珠则选择了清新可爱的吊带裤、吊带裙,配以清纯自然的短发刘海。 总是带着肃静自然可爱的笑容。 她的自然不做作的个性在当时独树一致,也改变了歌坛女歌手的造型风气。 正如肖立珠后来所说,她从未想要刻意表达自己,因为她想要表达的一切都已经在歌声中得到了完美的诠释。 关于番茄姑娘外号的由来,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源自一位歌迷朋友的观察。 她认为肖立珠天生一张圆圆的娃娃脸,双颊常常泛着粉嫩的红色,就像是一个番茄一样,因此将她称为番茄姑娘。 这个外号很快成为了她的标签。 另一种说法则是,歌琳唱片为了加深歌迷对肖立珠的印象,特意询问她喜欢苹果还是番茄。 肖立珠坦涉地表示苹果太贵了,番茄比较平实。 于是,在首张专辑的封面上,歌琳唱片便将她冠以番茄姑娘的绰号。 从此,这个外号就和肖立珠的名字紧密相连。 不论哪种说法为真,但番茄姑娘这个外号却确实让她火了一把。 在声音方面,她的嗓音比当时其他女歌手更为豪迈,因此成为了武侠连续剧主题曲的热门人选,诸如《望谷流芳》,《飞燕金龙》,《大汉儿女》等。 在1979年,中士还将她的原创歌曲《美好的今天》定为每日开播时的固定曲目,并将其称为开播曲。 肖立珠首次主持的综艺节目是受制作人程大恒之命,接手中士综艺节目《万子千红》,这个节目一度做了两年有余,整整一百集。 最令她高兴的是,由于她的出色表现,她和费玉清一同获得了1984年金钟奖的歌唱男女演员奖,尽管她以国语歌曲为主,但在1980年代后期,她也开始奸唱闽南语歌曲,曾在歌林唱片发行了两张闽南语唱片《闽南琴》和《盛琴女子》。 离开歌林唱片后,她转头巨星唱片,发行了国语专辑《流星恋曲》和《得不到的爱情》,以及闽南语专辑《黄昏的海岸》,成为了她歌唱事业中的重要作品。 此外,肖立珠还演唱过绝代双雄的主题曲《风雷洞》,为自己的音乐事业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部电视剧虽然已经过去多年,但它却是家国江山与兄弟情谊的启蒙之作。 有人曾说肖立珠看起来有些像邓丽君,但实际上她的嗓音更为英气一些,而邓丽君则更为为晚。 在这部剧中,两人都曾演唱过《无言独上西楼》,各自展现出了不同的风味、感情方面。 当肖立珠的演艺事业正处于鼎盛时期时,她选择与爱情长跑。 1990年,她与相恋12年的孙元德在新加坡结婚,并定居在当地。 婚后,她拒绝了一切邀请,育有两个女儿。 她的孩子们甚至不知道她曾是一位大哥星,而那些美好的回忆则永远珍藏在她的心中。 多年来,她始终保持着清新自然的个性,每次回台探望好友时,她爽朗的笑声总能让周围的人心情一下子变得明亮起来。 肖立珠曾说,目前她过着真实自然的生活,这正是她多年来一直向往的。 在她充满甜蜜笑容的同时,网友们也纷纷送上祝福,希望永远的番茄姑娘能永远幸福快乐。 回想起从1974年到1990年的16年漫长的歌唱岁月,肖立珠与大家分享了她的青春与歌声,陪伴着大家一同成长。 她的31张金曲大碟承载了多少歌迷的情感和成长的足迹,值得歌迷们珍藏回味。 肖立珠的名曲可谓是数不胜数,每个阶段的她都给歌迷带来不同的新感受,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曲风。 代表着她成长的岁月,而获得的无数奖项也代表了她所受到的肯定。 她的歌曲,一言一行,都在当时的歌迷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虽然她已经隐退于歌坛,但她的歌声将永远传承下去,许多后来人也会以她为榜样。 踏实地在歌坛中耕耘,我们也祝福她身体健康,享受幸福安宁的晚年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